大家好,现在我们开始讲电器的定义和分类 我们所研究的工业电器和我们普通的民用电器差别还是很大的 我们所指的工业电器是指凡是根据外界指定的信号和要求 自动的或者手动的接通和断开电路 断续的或者连续的改变电路的参数 以实现对电路或者非电对象进行切换控制保护检测 变换和调节用的电器设备都属于电器的范畴 我们习惯上在这个系统中把这个交流1200V直流1500V 以上的系统中用的电器称之为高压电器 以下的系统中用的电器我们称之为低压电器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低压电器 低压电器它是属于基础元件量大面广 低压电器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械工业的水平 据统计有80%以上的电能是通过低压电器进行传送的 凡是用电的地方都离不开低压电器 那么所以呢低压电器的产品质量直接影响国民经济 各行各业电力系统的可靠运行 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用电和人生的安全 我们看一下传统的低压电器 它有两种的这个大类 一类叫做低压配电电器 一类叫做控制电器 目前呢我们把低压电器分为三大类 一类叫做配电电器 一类叫做控制电器 还有一类叫做终端电器 那我们来看一下配电电器 配电电器呢一般我们按照这个习惯上 又可以分为四类产品 一类叫做低压段路器 比如说各式各样的万能式段路器 速壳段路器等等 它的用途呢主要就是说 在过载短路还有欠压 这些故障发生的时候 它可以保护 或者可以作为不频繁的接通 或者是分段电路来用 那么第二类呢配电电器是低压开关 隔离开关 还有熔断器等等 第三类的配电电器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转换电器 比如说双电源开关 那么有自动转换的开关电器 或者呢手动转换的开关电器 第四类呢比如说低压熔断器 那么低压熔断器又可以分为 专制员用的熔断器 或者是非熟练人员用的熔断器 这就是我们的配电电器的四种类型 那么对于控制电器来说 它类型可就多了 我们可以分为八类产品 比如说亮大面广的接触器 各式各样的交流接触器 直流接触器 真空接触器等等 第二类呢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启动电器 那么比如说全压启动器 新三角启动器 这个是呢可以配合电动机 进行运行和工作的 第三类呢比如说控制电路用的电器 那么这种比如说各种各样的 中间计电器 时间计电器 万能式转换开关等等 那么第四类有控制器 突轮控制器 或者是手柄控制器 再接下来比如说各种各样的 变阻器 电阻器 那么这也是属于控制电器 还有各式各样的电磁铁 比如说启动用的电磁铁 牵引电磁铁等等 那么还有调节器 就是用来各式各样的调压用的 比如说我们各式各样的电压护感器 电流护感器 那么再接下来信号灯 这个四到八类产品 基本上目前呢我们还没有这个IEC标准 但是我们已经制定了国家的标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类的叫做中端电器 中端电器呢现在目前也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类比如说是这个家用类似用途的电器 第二类呢魔术化的熔断器组合电器 还有呢中端组合电器 这个就是我们电器目前分的三大类产品 按照标准体系来分 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叫做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用的电器 这种呢我们对应是IEC121标准 那么第二类呢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器 第三类呢是低压熔断器 第四类呢是低压浪涌保护器 那么现在各式各样的这种的雷击啊 这种的电浴啊电涌啊 就使得我们这一类的电器发展的也很快 那么如果按照动作方式来分 我们可以分为有除点电器 无除点电器和有除点和无除点混合的电器 那么对于有除点电器来说 我们又可以分为自动切换的 就是说它是用电的来自动切换的 还有一类呢是非自动切换的电器 那么按照非机械动作电器来分的话 可以分为无除点电器 就随着各种各样的开关管 比如说电力电子气垫的飞速发展 那么这种无除点电器的话 现在发展的很迅速 比如说很多的新能源 风电这种领域中用的无除点电器 就大量出现了 那么混合式电器 就是有除点电器和无除点电器 相结合组成的电器 因为有除点电器的话 它有一个最大的毛病 它有电弧 它在分段的过程中 有很大的一个电弧 那么无除点开关电器 它没有这种的电弧的现象 但是呢 它们各有优缺点 我们后面会讲 那么按照灭弧介质来分 就是说可以分为空气式 真空式和六幅化硫 那么空气式对于我们 量大面广的低压电器来说 大部分都是空气式电器 也就是灭弧介质是空气 就是我们一般的这种的空气 那么对于真空来说 因为它真空是一种 空气非常稀薄的介质 所以在真空中的话 电弧特别容易熄灭 那么在这种电器来说的话 在中高压系统中 特别是中压系统中的真空电器 用的很多 那么六幅化硫电器来说 目前用的很多的是 在高压开关电器中 六幅化硫它是这种 无色无味的一种气体 它的灭弧性能非常好 因为它有一种 负电的性能在里面 我们再往下看 如果说按照它的功能来分 标准型 多功能型 和智能型 那么标准型 就是我们一般按照标准规定的 多功能型的话 目前发展的很多 比如说它一个电器 它可以有控制功能 保护功能 它兼有很多的功能模块 所以这种的 现在是发展的 很快的一种电器 还有智能型 智能型的话 随着我们物联网技术的 飞速发展 这个智能开关电器 目前发展会越来越迅速 这个是电器的一些分类 那么对于高压开关电器来说 我们也简单的看一下 比如说高压开关电器 可以分为开关电器 限制电器 变换电器 组合电器 那么对于高压开关电器来说的话 我们不详细说 比如说开关电器中 可以分为高压熔断器 高压隔离开关 高压符合开关等等 那么限制电器呢 可以分为电抗器 还有呢 避雷器 我们都看到那个屋顶上 那个大的避雷器 那个就是高压系统中用的 这种电器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这个组合电器 组合电器的话 就是把这几种开关电器 组合在一起的这种电器 那么这个都是高压开关电器的 一些分类方式 高压开关电器呢 在整个发电厂出来的高压系统中 用的特别多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知识点 也就是对我们电器来说 不管是高压电器 还是低压电器 实际上它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 都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看完以后 我们发觉一个问题 对于低压电器来说 比如说如果新增 一万千瓦发电容量的这个设备 那么就要增加 六万到八万件的 低压开关电器 所以呢 它的用量是非常大的 也就它的特点 比如说一个是用途广泛 还有一个是职能多样 再接下来呢 它工作原理各异 品种规格很多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 这个高压电器和低压电器 一些最主要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方法